特斯拉VS比亚迪信息汇总 2023年9月19日 一、据台湾、经济日报、消息 Tesla计划向台积电加倍订购Dujo超级计算机芯片第一 该芯片采用7纳米工艺和NefosoW高级封装 2024年的订单量将达1万个12英寸晶圆 2025年的订单量将更高 由3000个特斯拉自研Dujo第一芯片 组成的超级计算机 算力是现在世界第一的日本富士通超算的2.65倍 登顶超级计算机全球第一 这还仅仅是Dujo1.0 下一步研发的是10倍Dujo算力的东西 Dujo不仅仅将运用于车辆FSD的训练 还将应用于泛化的人工智能AI的训练 马斯克说 基于第一芯片 未来还可能做一个真正的机器人 和特斯拉车辆连在一起 Elon表示 特斯拉的算法训练是凭来自50个国家收集的数据 不同国家的交通法规有所不同 有一个可以共用的算法源则是避免碰撞 至于大家众望所归的HW4.0 马斯克的回答是可能出现在电动皮卡上 2.特斯拉几个月前上线正式版FSD V12 这是世界上首款端到端训练的大规模自动驾驶算法 FSD迭代到V12后马斯克的评价 V12系统从头到尾都是通过AI实现 我们没有编程 没有程序员写一型代码来识别道路 行人等 全部交给了神经网络 我们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难题 那就是汽车的控制部分 从大约30万行星加加代码 全面 过渡到神经网络 所以整个系统都将是一个神经网络 得到马斯克如此高评价的FSD V12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区别在哪里呢 目前中国国内车器所用到的自动驾驶方案 这套方案也是特斯拉之前的自动驾驶方案 大致框架可以分为 感知加决策两步走的策略 怎么来理解这两步 第一步感知可以理解 为车辆首先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识别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自动驾驶实时渲染图 这个图其实就是摄像头和激光雷达 在实时感知周围信息 并把这些信息投射到屏幕上 由于摄像头对距离的感知能力没有那么强 同时摄像头感知范围偏小 很多自动驾驶团队未了解决这个问题纷纷采用激光雷达的方案 依靠激光雷达提高车辆对周围物体的距离感知能力 增加容错 当前搭载激光雷达的车辆对于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差异已经不大 这套方案目前也是相对成熟的方案 这里需要着重说一下特斯拉的方案 由于特斯拉不搭载激光雷达所以如何做好感知 对于特斯拉来说难度比其他车器大很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特拉斯提出了一个基于Bev的网络用于将摄像头拍摄的周围环境照片映射为一个3D空间的图 这样可以很好的实现对周围物体的距离感知 同时提出了一个占用网络的算法用于对周围环境的物体进行标记 周围的任何物体都是占用网络空间中被占用的空间 基于这两个算法特斯拉可以在仅有摄像头的情况下实现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特斯拉这一套思想经过优化后效果非常好 但是很多极端场景依然无法做到超越激光雷达的效果 有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车辆就可以很好的知道当前周围的信息 下一步车辆怎么运动就需要一个好的决策算法去 这里回到开头的部分 特斯拉在决策算法写了30万型代码 可想而知这里面涉及到的场景有多复杂 国内目前基于激光雷达的方案的车 在自动驾驶上的差异就是在决策部分 不同的厂商对于场景的测试和验证是不同的 决策的逻辑和算法也是有区别的 所以到用户层的体验也是千差万别 比如花卫的变道超车逻辑是基于多目标的博弈策略算法 也就是车辆能痛时预测当前车辆前方5-6个目标的运动意图 并且用算法跟这些车辆进行博弈 找到最优解及最佳超车的时间和方式 然后来控制车辆达到目的 能让用户有一个较好的体验一定是在场景验证和算法验证上下了很大功夫的 华为在这方面做的确实遥遥领先 有了感知和决策能力 车辆就能实现基础的自动驾驶能力 由于现实中场景的复杂突变 这种方式其实会面临一个无限增长的难题 需要验证的场景太多 车辆根本不可能对所有场景进行一一测试验证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国内比拼的是谁验证测试的场景越多 谁处理每个场景的算法策略更拟人 用户的感受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越厉害 但是这种方案其实并没有解决自动驾驶大规模应用的根本问题 当前智能驾驶2.0遇到的尴尬问题 从常识的角度来说就是是很难去重举所有场景 因此车辆无法保证在任何突发场景都是安全可靠的 或者说任何新场景出现一次后算法团对需要进行场景优化 加入新策略去适应新场景的人力成本太高 这样走下去只能得到一个相对优秀的解法 但一定不是最优解 为了找到更智能的解决方案 特斯拉放弃自驾2.0的模式 提出全新的端到端自驾系统 什么是端到端自驾系统 简单来说 我们人眼看到环境 大脑利用经验去判断处于这种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车辆能不能做到呢 特斯拉就是在这个最朴素的思想上进行构建自己的全新FSDV12自动驾驶系统 由于特斯拉车辆上是本身具有大量的摄像头 特斯拉能实时拍摄周围环境的照片 看这一部特斯拉现在已经具备 那么特斯拉现在需要的是一个AI大脑去决定车辆该怎么运动 自驾2.0的大脑可以类比为大量的逻辑规则 场景规则算法组合而来的 不够智能不够你人化 而特斯拉希望这个大脑更加你人化 更加自主 也就是说当周围环境图片输入给AI大脑时 AI大脑自己生成操控车辆的参数 车辆按照输出的参数运动即可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看起来和2.0没啥本质区别 其实不然 2.0的核心思想是感知 也就是我们必须准确地感知周围车辆人离我们的距离 所处的状态 然后车辆的决策模块根据感知的这些参数 做出相应的决策 但是自驾3.0输入给特斯拉AI大脑的是一张 由特斯拉所有摄像头拼接的大照片 也就是像素点 神经网络基于这些像素点 然后输出车辆控制的参数 对于AI大脑所看到的可能已经不是所谓的周围物体离我多远 是否在动 而是描述当前环境的所有像素点 以及人类在这些像素点的环境下是怎么控制车辆的 AI大脑学到了这个信息后 以后出现类似环境的像素点 AI大脑就知道该如何控制车辆了 这种方案是完全抛弃了感知的概念 是用大量历史数据去不断训练 特斯拉AI大脑看过了魔术的场景 无数的像素点 以及人类在这些场景像素点是如何控制车辆的 经过不断的训练 AI大脑就知道了在现实环境中如何控制车辆了 FSDV-12的核心是特斯拉的超级计算器Dujo 利用这个超级计算器特斯拉可以不断的训练世界各地各种环境的信息 马斯克说未来只需要给定特斯拉一个GPS定位 特斯拉就可以自己开到这个位置 按照这套方案来看 显然这个说话是成立的 从两套方案来看 特斯拉的自驾3.0很有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是绝佳AI大脑是最接近人类的处理方式 以后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基于这一套方案才能实现不断进化的能力 而中国国内目前在此刻的决策算法 是另外一条路 显然 在自动驾驶的底层算法思想上还是需要努力和进步的 但是能把2.0的自驾做到如此的丝滑 华为还是有自己的工程师文化在里面 背后的人力投入也是可想而知 但是结果如何 还得拭目以待 3.9月17日 特斯拉通过社交平台表示 特斯拉全球第500万辆整车已在近期正式下线 该车为珍珠白七色的毛豆三幻星版 下线地址就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此前在今年3月 特斯拉全球第400万辆整车余的周超级工厂下线 也就是说 特斯拉仅用6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百万辆纯电动车的生产工作 根据这个数据 网友估算了特斯拉速度 平均每天能够生产出5000多辆特斯拉车型 再来回顾一下特斯拉创造的生产制造记录 第一个百万辆 用了12年 第二个百万辆 18个月 第三个百万辆 11个月 第四个百万辆 七个月 第五个百万辆 六个月 马斯克曾公开表示 工厂是特斯拉的重要产品 生产制造是特斯拉难以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制造机器的机器 上海超级工厂如今可以做到 不到40秒下线一台整车 这速度让不少网友感叹 40秒 我的电脑还没来得及打开 四、临近年底 又快到特斯拉宣布新厂地址的时候了 9月18日 马斯克见了土耳其总统 据说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统现场要求马斯克到土耳其建场 同日 也传出了沙特阿拉伯正在和特斯拉谈判 也在寻求特斯拉建场 而在此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马斯克见面时 也说特斯拉要有重大投资 而印度、印尼、韩国也都是积极争取新厂址的国家 马斯克在5月份曾表示 特斯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敲定下一个工厂的最终选址 今年8月 特斯拉表示有兴趣在印度建立一家生产低成本电动汽车的工厂 目前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拥有6家工厂 并正在墨西哥北部的新来昂州建设第7家工厂 除了这些国家 在中国国内 没有特斯拉高管道坊 都会有选址建厂的传闻 青岛、沈阳、郑州、仲庆 今年的新长指会选在哪里呢? 5、据《汽车新闻》报道 今年一横线7月 特斯拉美国电动车市场份额高达59.5% 前7个月累计销量超39万辆 同比增长50% 其中 Model Y是一横线7月美国最畅销的电动车 销量同比翻了两倍多 有评价称 特斯拉是唯一一家真正塑造了美国电动车市场的车企 今年前7个月 在美国电动车市场 特斯拉的品牌销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品牌的电动车销量总和 6、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上周五开始同时在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罢工 该工会要求在四年内将时薪增加40% 每周四天及32小时的工作时间 回归固定收益养老金 生活成本调整 五周以上的休假 更多带薪假期 延长育儿假 等等 马斯克在这条帖子下评论称 还有人生产真正的汽车吗 马斯克的朋友 硅谷风头家查马斯 帕里哈皮蒂亚也对UAW的罢工进行了评论 他说 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两个选择是要么自动化 用机器人取代加入工会的工人 要么解散工会 但他说 两者都不可能 帕里哈皮蒂亚说 像特斯拉这样高度自动化 没有工会组织的竞争对手 现在可以在汽车市场上遥遥领先了 因为他们可以大幅降低价格 7. 特斯拉的工人为什么不罢工 传统汽车巨头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66美元 相比之下 特斯拉为45美元 表面上特斯拉工人远低于UAW工人 但为什么特斯拉工人能接受 关键原因是股票齐全 多年来 尽管也有动荡的时期 但特斯拉股价总体上飞涨 马斯克曾表示 员工股票齐全使他的工厂工人 成为业内薪酬最高的工人 并表示 相当多的生产线工人 多年来通过公司股票奖励成为百万富翁 8. 近日 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特斯拉的用车成本 8月一整月 他支出的补能费用不到25美元 约合人民币182元 而此前 他的燃油车每月补能成本高达150美元 约合人民币1094元 随后 特斯拉官方社交账号转发了该车主的评测内容 此前 美国光伏网站实测了特斯拉S3XY家族车型的补能成本 并与燃油车进行对比 以最畅销的毛豆外涨续航板为例 在使用加冲的情况下 毛豆外涨续航板充满电约花费13.16美元 约合人民币96元 每公里出行成本仅0.18元 9. 比亚迪亚特3在印度单日交付200辆 考虑到过去几个月销量很少 这个交付相当不错 比亚迪在印度今奈有一个AT3组装厂 印度未来会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但是印度市场对中国企业并不友好 尤其喜欢敲竹杠 所以进入印度市场并不容易 10. 近日 德国媒体曝光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占全世界的23.8% 1990年的时候 美国高科技出口世界第一23.3% 中国当时的高科技出口0.6% 2020年的时候 美国占比下降了7.1% 中国猛涨到了23.8% 中国高科技出口主要是5G 智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 光伏 特高压 高铁 造船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